研究所,可以进修再进修 那各位这次来不考旅游,有没有特别想看的一个景点? 因为第一次来,所以也不了解哪一个特别 我们就觉得下次还可以来这边 对啊 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吗? 那那个行政表的时候,这地方我特别感兴趣 我其实没看行政表 我没有了解 因为我就想就是都是新鲜的嘛 我也不要想明天去哪里 你带我去我就去 那按我们旅行社安排的行程 慢慢看一看 对,挺好 其实就是说平常嘛 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也是一个旅游的中心 所以我们一般就纪念式的建筑 都是集中在平常市的 所以太多太多 对,说平常我们这次平常有转变 像我们这样的团是不是不太多 就这种小团啊 就是两三个人这样的小团 小团 比大团不多 因为这天七月 中国也是放假吧 放学 七月对 学生都是放学 放暑假 放暑假 所以他们都是一大团 就来到我们朝鲜旅游 对对 什么的那个十多个 十多人 十多个人 二十多个人 就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学生 这么多 嗯 确实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嘛 路上还有两个人 就爸爸带着儿子 对对对 他们也是爱那个我们旅行上的 对 他是他是第二次来了 是吗 他上一次来过 然后这次又来八天吧 他就觉得就特别好玩又来嘛 是吗 我觉得真的挺好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过的 嗯 可能以前来过吧 以前来过 嗯 肯定是爸爸他一个人来过吧 没带儿子啊 以前 那个倒没细问 他说 他爸爸说的 他是第二次来 你们家外都是已经结婚了 对对 我我我我 对我和那个其中一女的 哈哈哈哈 再婚 有孩子吗 有三岁半了 三岁半 男的还是 小男孩 小男孩 我们在青岛住 青岛住 就 那个孩子谁看啊 就我们出来的话 就父母看嘛 因为三岁半也太小 嗯 嗯 就不方便 就比较容易缠着妈妈 然后 你们这边一般什么都大结婚 一般我们女人的话 二十三到二十七岁 男人的话 二十七到三十岁 哦 没有这个年龄限制 还是说有个 有个最最最最 没有 就是法律上的话 十七岁以上的可以结婚 哦 女人跟男人 我刚才说过嘛 嗯 在十七岁大学中 那个高中毕业了 嗯 我们差不多十七岁 嗯 毕业高中之后 我们就得到失明证 嗯 得到失明证 就可以结婚 哦 嗯 哦 嗯 嗯 嗯